六點以後就可以了 因為我都很早起床 來 我們現在要上課 我們要上臺灣的國際地位 其實臺灣民政府 這年到今天為止 越來越盛 和美國出來講話 尤其今天再給你們看 美國亞太地區的 國務卿助理 這是第一次講的 我們美國會支持臺灣自治 但是它用autonomic A-U-T-O-N-O-M-Y autonomic 但是autonomic 和self-government S-E-L-F就是自治 GOV就是G-O-V-E-R-N 變成MENT 如果沒有就是ING 就是自己的政府 自己管理自己 這兩個自治有什麼不一樣 他現在美國說的autonomic 這個意思是說 這個國家 台灣的頂管 有一個主導者 有一個主使者 我們現在台灣頂管 有一個主使者 什麼東西 我們有兩個 他沒有說 一個是什麼 占領 美國 給你軍事 另外一個是 這個土地是最日本天王的 所以呢 台灣的狀況非常特別 屬於日本天王 還有美國軍事 就是政府戰略 所以台灣人呢 台灣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時候 台灣在這個時候 立場上是有點尷尬 但我們的尷尬呢 是因為國民黨 中國人 用錯誤的教育 讓我們台灣人 踏上去 但是呢 美國現在已經出來說了 這國月二十三號到二十四號 二十五號三天兩月 歐巴馬要去日本 要再一次拜訪日本天王 要跟日本天王說什麼 其實這個事情 我們差不多 在半年前 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有跟大家宣佈說 歐巴馬 今年要去跟日本天王記名 我們在我們的文告裡面 我們也有說 如果根據美國官方 私底下的講法 這次歐巴馬要解割什麼 要解割台灣的問題 為什麼台灣的問題要解割 第二十四號第一次 1945年 1941年12月7號 日本發動 從珍珠港的齊襲 封炸 然後12月8號 美國的國會選擇 羅斯福在國會裡面 英港以後 美國的國會宣佈 對邪惡的日本帝國宣戰 聽得清楚啊 對邪惡的日本帝國宣戰 這是定義向日本天王的選擇 建軍既勝是呢 是兩個國家的都贏財 業友 如果有一個禁煙就是贏財 不是老闆才会付这个人 在国际法上面讲的非常清楚 所以中国人用日本怯战台湾 这句话就不错了 日本是什么人 日本政府吗 日本政府是对一个 就是日本的负责的人 负责是什么人 所有困难就是什么 美国的 日本的天皇 天皇是日本的真正的负责人 叫做日本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他要负责任 所以12月8号 吉允军 罗斯武在国会发飙 封炸日本的封炸 这个是真正的负责人 所以他宣战 12月9号 南唐的库本来讲讲 蒋介石 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 宣战对不对 你别扯这个举手 你有念过的 这都不对 你觉得很奇怪 对吧 欸 蒋介石宣战 蒋介石那个时候 是什么东东啊 他怎么能够宣战 我给你看一面好不好 来 国民政府宣战的布告 你看 国民政府 喂 是什么国民政府呢 他现在你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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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呢 中华民国 跟国民政府有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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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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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這裡不對 好偉大 來你看宣戰的報告裡面 主席臨聲 蔣介紹是誰 我告訴你 我有證明 你在中興新村 你在中興新村有一個 台灣省博物館 那博物館裡面 你一味 走到哪裡往左邊做 剩下50報左右 你投胎起來看 就有這張了 這張呢 原版的 主席臨聲 後面再寫幾個 五院的院長 都有寫意在那裡 蔣介石是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可以宣戰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想想看可以嗎 當然也不可以 無論你現在是 江葵 現在江余化 他是行政院院長 他可以宣戰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同學都嫁了 還有一些趣味 我告訴你 蔣介石這個臨聲 代表國民政府向日本 宣戰對不對 中華民國 向美國英國宣戰 王前衛 在同時喔 從一個時間喔 這 這 你必須讀過多少 五萬 我也不知道 我就要看 紀錄我就知道 喔夭壽喔 一個國家 一個鄉一本選擇 一個鄉美國跟英國選擇 就是 在那個 滿洲 那個時候 他也向美國 英國宣戰 還有一個人 對日宣戰 什麼人 毛澤東在延安 一樣一個地方 中國 所謂的中國 向日本 向美國 英國選擇 所以我們投的這些歷史 他不會說 都不對 都在創 都在創 都在創造歷史 給我們投 給我們 愁美 愁日 他最大 所以 中華民國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 其實他真真正的 一個新聞是 占領者 他說他打勝仗 他怎麼打勝仗 他去給日本 讓我們日本人打到 打到成都去了 立起來 重慶 插一個蕙蕙 他就要發 了 好加在 美國 丹念人的元主堂 在廣島跟長崎 所以 日本天皇選擇 大航 我說日本天皇選擇 大航 不是日本喔 日本天皇選擇 大航 中華民國 就要趁這個機會 因為在開羅宣言的時候 1943年12月 那時候 美國 英國 因為 日本 風搜這個 海岸線 所以美國跟英國那時候 為了 對日作戰 他要求 這個中國 為印度那邊 為泰國那邊 開闢一個 走廊 讓他們運送物資到裡面去 他也很怕說 走得走 到行 蔣介石真的差一點點 跟日本投降 他怕他到行 所以要把他抓下去 所以才叫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裡面說什麼 他說如果戰爭以後 戰爭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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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跟英國 同意 從那時候 日本侵略 滿洲 和台灣 和澎湖 這些東西 要交平給 中華民國 有一個先決條件 蔣介石 你必須 對他們承諾說 戰爭以後 你不能對外 擴充你的領土 不能對外 戰爭 沒有 那我就戰爭結束了 那我就拖 拖來台灣 那天還不拖來台灣 那天 最佳和平條要簽 簽 簽的時候 杜勒斯有發言說 欸還啦 台灣這個土地 是日本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人家照國際法來 選佈在這個土地 實施憲法 事實憲法就是 萬國公法有規定說 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就不能割讓 那不能割讓要怎麼辦 他就用一個很模模糊糊的 像說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的管轄權 本來日本政府 日本天皇 交這個土地 給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派人來管這個土地 派什麼人 其實不是日本政府派是 日本天皇直接任命 在台灣這個土地 頂管當中有十九任的總督 總督 其實只有十八任 第一任到十八任 是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 第十九任沒有 因為第十九任的時候 這個土地已經是 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就像流球一樣 就要變成什麼 要變成日本政府 日本的首相要派 知識 地書 像 日本黨驚的市長叫做地書 一樣 變成日本政府要派地書 來致台灣 所以 最后這次的總督 沒有派人 只有日本軍部 有將安藤立籍 和流球 這兩個 交起來叫做 第十方面軍 軍隊叫做 第十方面軍 所以當時 到行的時候 是 安藤立籍 代表日本軍隊 向 九戒州修派的 丹羽導航 他不是以總督的身分投降 你看 這 國際法在裡面 非常清楚 是我們自己不清楚而已 所以 因為 我們的研究 美國已經 沒有辦法再隱瞞了 不能再騙了 美國在這個時候 我們搞了 他就開始 但是 將臺灣的地位 一件一件 把它放起來 讓我們臺灣人知道 讓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 政府已經知道 臺灣這個土地 你中國 絕對 不可能 拿去 我可以把國際 百分之百保證 這樣 你們不開心 土地不讓拿去 不高興的樣子 大家都餘父 這樣不高興 聽到說 是發育的 還是不發育的 所以你不用煩惱 去外面人來說 中國會怎樣 你說不用這樣 不要再說那種欺騙人的話 你講道理 你給我聽 就是我日本找的 都會寫 每一條都是發育的 每一條都是發育的 那個書不是隨便 那些黑白寫的 每一條都發育的 每一條都發育 我幫你保證 全世界 沒有教我們日本找的 他沒辦法走 美國說 真強 他沒想 沒想 我沒教你 可以嗎 不可以 國際法在這個地方 除非 美國倒去 美國去幫忙打敗去 說打敗就沒關係 也要求國際法 所以台灣真的是穩固泰山 國際法在日本園 有選擇 教室在我們這裏 所以有人說 我不要做日本人 可以嗎 可以 搬去外圍 你會搶老婆嗎 可以搶老婆請你拿手 不可以搶的你拿手 不可以搶嘛 對嘛 你都知道不可以搶嘛 王英圈比較好 我搶王英圈做我的老婆 不可以 不可以 今天不好意思 日本天皇已經在這個土地 寫實憲法 台灣人已經變成日本人啊 你沒有選擇的餘地 你只要當日本帝國的成名 你沒有辦法 你要不要改變 所以 台灣這個土地很趣 你如果沒有研究 你不知道 你正說現在 這個羅素 亞太的國務卿的 你特別注意 那個說起來有的 因為他說 美國支持 台灣自治 美國支持台灣自治 但這幾位和我們有矛盾嗎 沒有矛盾 我給你看 我們的網頁 我們看台灣民政府的首頁 來 你要往那首頁 我們看台灣民政府的首頁 來 好來 你要看 反對美俗建國獨立自治 這個地方的自治 和現在美國說的自治一樣嗎 不一樣 我已經有說過 這個地方的自治 叫做什麼 self government 但是美國說的自治是怎樣 就是autonomy 所以這個自治 和美國說的自治是不一樣 我們台灣民政府所說的這些事情 是美國現在在遵守的工作 我們要求美國你要遵守 但是你要想看 台灣民政府剛開始就跟你畫自治的時候 你會聽得懂嗎 你聽不懂 你也不相信 你從現在開始 台灣民政府 在全台灣最早有10個台灣民政府成立 你看 現在台灣人不敢用 扶我摩沙支持政府 台灣人民政府 台灣政府 我說 一定有很多這種 這台灣人的悲哀和可悲的地方 稍微塗一些東西 他現在也派人來上課 上課說 林季星秘書長說的是公共財 公共財你聽不懂 公共財 公共財 當然我沒有很自私 我講的你不能引用 可以 對不對 但是你只能引用一小部分 你就能夠懂嗎 no 很難 你有機會 你有機會 你去我們網上 只看一支文書就好 就是天皇主權 那支文書叫天皇主權 天皇主權 那支文書 你如果看完 折折的時候 我跟你說 那是福祉的 福祉上面 沒有那麼簡單 各位 不可以我研究多久 我才我就寫那個 哇你親親親親親親親 只說台灣主題 就結束了嗎 才有那麼簡單 又過了 台灣又過了 台灣後來要怎麼樣 我們的問題還很多呢 所以很多我們就要開課 要上課 初級班 高級班 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一步一步 按照進度來 台灣人 可悲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有的人 好像有幾個工夫 喔 就覺得不太多 所以美國 也有幾個禮拜 跟我講 在跟我們講 啊 你們台灣民眾 應該是七八個好生 你們聽得懂嗎 台灣民政府 算出來做一道七八個 怕死人 要上兩百個 這樣高級班 初級班 就要做老闆 沒有那麼簡單 真的 當然 你如果能夠研究的 比我特策 我支持 聽你的也沒關係 但是我告訴你 你已經沒有辦法 比我研究的更深 更艱辛 不可能 現在和 蘇聯也有派兩個記者來找我 所以 尤其國際法裡面 我在跟他們說 北方四島 他們聽人家都嚇到 大家說 哇 拜託拜託 你這些事情 不要跟日本人講 我們邀請你去 莫斯科訪問 不好意思 我可以說了 所以他們回去 我們馬上做一個動作 他跟中國說 蝦子島 就是那些 東北的蝦子島 很大 像台灣的幾十倍 跟中國說 蝦子島 我們還給你一半 好不好 中國的江澤民很高興 他民主英雄 他說 好好好 他本來要拖 拖不回來嘛 我相信你一半 這樣好不好 你如果有東西去洩漸去 拖不回來 我們說 我相信你一半 你說 好會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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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好會怕手 不知道會怕手 你如果好的 跟江澤民一樣 江澤民同意 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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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社 那些中國的媒體 他說 江澤民是民主英雄 因為要回來 我們過去要不到的領土 蝦子島一半 趕快的進行 蘇聯對這個 日本說 北方四島 我們還給你一半 另外兩個我們留著 這樣好不好 我跟日本 派來跟我們記名我說 不要答應 你問為什麼 因為 無關多久 等到國際法 他不得不承認的時候 北方四島四島都要逃避 和屁 把你 把你 拿一角起來都不行 這四島都要逃避 這是國際法規定的 他說 如果沒有的話 我不要去找 待會你幫我 台灣民進府 爬起來的時候 我幫你找 對 對不對 你怎麼點點點 當然 我說 我替他討論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台灣 從國際法來講 是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只有我們有主義偶像土 在國際法裡面 他躲不掉 所以不怪普京 你跟安倍說什麼 你回去念書 你們日本政府 沒有 北方四島不是你日本政府的 北京聽到 第一次去 他叫他聽不到 對 所以一禮拜他再去 國際 又說一次 哇 很無人對 就找人 他怎麼這樣說 很簡單 我問你 北方四島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一樣嗎 不一樣 所以日本政府要跟他討論 No 我不反 這不是你的啊 你若找到東西 那個東西 不是那個 那個 碰到東西的人 你不用討論他 可不可以說 你若找一台車 假設可以找 這台車是老爺的 好生來把你吐 你要討論他嗎 當然沒有 欸 你找你的行車主導來 我看看 行車主導來看 你名字就不一樣 他說不是啦 這我們老爺 潘映席叫你老爺來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 府政要討論他 他說不行 這不是你的 他但後面那幾位 他不可以說 日本天皇他不可以說 那日本人亂說 他現在也知道 所以我相信 早上 北方四島 日本討論他 最近 釣魚台 日本 他已經用靠谷豬 編入為 固有領土 這個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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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人 我說給你聽 你就知道了 鮮角 鮮角 東西 在19 1895年 4月17號 簽的馬關條 那裡 沒有包含 鮮角 那時候 馬關條 那裡的社會 來 你馬關條 大家看 馬關條 你看 馬關條 那裡的社會 你看 這個地方 第二 台灣及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 台灣的附屬島嶼有哪一些 澎湖 沒有澎湖 澎湖 是另外的 小牛橋 對 我跟你說 你算不完 有36個 但這36個島裡面 沒有包含 尖閣群島 釣魚台 為什麼 因為 在1895年的4月17號簽的時候 在1895年的1月 一月分 日本就宣佈 按照國際法宣佈 釣魚台 沒有人 因為上面沒有人 沒有人在那裡 沒有人在那裡 常住 有啦 你以前去那裡 休息 去那裡 煮東西 有可能 就是沒有人 所以 他正是派遇之後 全世界宣佈 釣魚台 是我日本發現的 是我日本的 1月 在2月的時候 中國 有可能說 反對 他說 我們在清條 清條 有來 來說反對 反對以外 你就說 我們有很多人在那個島上 不管啊 你不能這樣宣佈啊 你不能這樣宣佈啊 下 下 他 建政 假火戰爭輸嘛 簽這個 馬關條的 誰的第2點 就是因為第2點的管理啊 所有的附屬各島嶼啊 日本說 我就不用再說了 這都我的 所以 釣魚才誰的 所以 到日本就拿到台灣 對不對 啊 我們台灣的 魚民啊 也在那裡抓魚 啊 抓魚有糾紛發生啊 差不多在1930幾年的時候發生糾紛 發生糾紛的就在日本的東京 電話給提告 日本的東京法院宣佈 釣魚台管轄是屬於台灣的宜蘭 教育國的人說 你去 台灣的法院提告 因為 今天 釣魚台是屬 宜蘭的 在編制上 路面真真失敗嘛 琉球叫美國沾去 那沾的琉球呢 就包含這個 釣魚台 啊 如果這樣講 各位 釣魚台誰的 日本的 毫無疑問啊 所以你一定會說 那是日本的啊 那你如果想說釣魚台跟台灣的 是你台灣管轄 但是並不屬於你台灣 問題在這裡 是屬於台灣管轄 但是不屬於台灣所擁有 這就是釣魚台 性格的情況 所以我們台灣很主持 在計劃其實不是 我們台灣的計劃是什麼 我們的國際地位 沒有辦法正常化 我們要先把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常化一拗 我們才有辦法去發展 這就是釣魚台的工作 那釣魚台 1895年4月17號簽裏 5月8號生肖 6月2號 那時候日本 有派第一任的總督華山之際 在基隆的外海 和李鴻章的第二個兒子李經芳 辦理交割 同時 那交割是什麼交割呢 那一條倒一條倒 要去算 從此交割36個島嶼 是這樣 所以 那時候不只是交割 那時候日本有發布 向全世界發布 台灣已經是屬於日本的 同時 日本政府也有跟菲律賓 劃定國界 巴士海峽劃的國界 跟中國法國界 所以因素呢 釣魚台非常清楚 在國際法裡面 就是 日本的 我告訴你 三年前 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參與 找我 請我吃飯 去外交部吃飯 外交部裡面可以吃飯 不要請我吃飯 我告訴你 你說你五隊間隔 釣魚台你有研究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釣魚台是誰的 你說你坐的好 你不能拔桌 要聽清楚 釣魚台 在行政管理上是屬於宜蘭 可是 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你說釣魚台是誰的 你說釣魚台是誰的 你聽不懂 這頂沒有是最你的 你是最你太太的 請問這頂沒有是誰的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太太的 你太太已經有你的所有權 不是這樣 是不是 聽不懂 聽不懂 請去吃兩百分 後面我告訴我 阿嬤研究 對釣魚台發表的聲明 跟我說的都差不多 他這不太敢太強硬 我現在真的 這方面我都專家 很多國家有問題 尤其這方面 建政管理 牽涉到戰爭管理 都要問我 我真的是 研究的非常非常透徹 你不能聽我歡迎 阿嬤研究 阿嬤研究 蛤 很不懂 聽到說 你不能說 拜託 你不能說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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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四島 日本 他現在討不到 但是安倍 要改憲法以後 我告訴你 他就有機會了 但是我告訴你 你沒過沒關係 阿嬤要給台灣 台灣來討 台灣可以替日本討 所以你看 有人在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 這麼不清楚 我們提出國際訴訟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像聯合國提出國際訴訟 可不可以 告到國際法聯 可不可以 你認為可以的舉手 一個而已 阿你認為不可以的舉手 阿不知道怎麼會怕手 好 阿你說可以的為什麼 怎麼可以 阿是怎麼不可以 不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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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一些啦 答對邊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阿台灣如果要告的時候 要怎樣 要跟日本聯合去告 這樣就可以了 阿你聽不懂 跟日本聯合 日本還在袋子 法院 其實還要去 讓他被打打打破了 他已經沒打了 所以你要 你說要頭iven 怎麼在那 所以2228 受害者 過去中國國民黨 有效嗎 有效嗎 你在中國民國體制 你在中國民國反應他過 我告訴你 他們現在在告訴你 我就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贏 我就隨便你 法律他正常的 法律他講的 講的算 你要怎麼告訴你 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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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換你錢 換你一百萬 就像是天大的恩惠一樣 你想想看 二十八十多人 當然今天不是我們的租貸 說一二百 有人說一二百 郝伯春說的 二十八沒有十幾個人 你想二十八沒有十幾個人嗎 我告訴你 那當時台灣人口六百萬 二十八是1947年發生的 經過十五年 1962年 審議會 有議員向當時的 警務處提出質詢 我請教你 因為日本人這個 戶口做到有夠好 他說我請教你 你的戶口複雜裡面 到底有那個戶口 沒有那個人的 有多少人 他回答是說 警務處的處長 他說十二萬六千人 有戶口喔 沒有那個人喔 十二萬六千 假設啦 你知道我們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台灣人死多少 死三萬九千一百名嘛 在靖國神社嘛 剛剛是說十二萬六千人 讓你靠到 三萬九千啦 靠到四萬啦 還炒下去 八萬人呢 所以我才跟各位說 二二八四的零組 我估計啦 應該是八萬上下 是怎麼說 出了領錢的 領那六百萬的 八百的人而已 八百個人去領 為什麼 有很多 都是 抄家滅主 因為你們都很年輕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看的 那個歷史書怎麼寫 那我教我所看的 跟以前的人說的 那劉夭壽呢 就稍微看有陷疑 就跟你抓 就跟你打扮 我們有一個政治受難者 很有名 我們的政治局的委員長 蔡柴遠 有想念過嗎 不然 高級班才有想 他關於十五年了 他怎麼呢 他也算勇敢 他去打官吼 他說他去打官吼 他聰明 打官吼還給我抓去 他說我就想打官吼 我就有穿 他官吼出來 一定做軍官 帶領我的部下 跟兵 還沒兵 像我抓去死 十五年 我那十五年 我告訴他 他才二十幾歲 十五年快 還三十幾歲 還可以 還姓少年 所以 你在台灣 有人說 我台灣民主 我給你打官吼也沒關係 抱歉 你不用給你打官吼 因為台灣民主不打官吼 因為用法律 我沒叫你拿刀 沒叫你拿錢 沒叫你拿錢 要跟你關吼 如果真的要關吼 也比較少年去關吼 沒關係 老肺去關吼很艱苦 你也 如果台灣民主有你走這條法律 我幫你保證 絕對不關你 如果關吼非國要出來 所以 台灣人去的時候 你知道他怎麼把他 還不是說 還不是說 抓到齁 因為那個人沒有手工 他多夭壽 用那個圓桑 種這裡 種那個 種手掌 在這裡種 躺過 一個一個種種 都不能走 走不去 帶去海賓 幾天就躺下去 躺一個後面都是 都下去了 那時候 為什麼要這麼多 怎麼知道 因為上衛那個人 他有機會逃脫 五次 我怎麼說出來 誰 所以 所以 一禮拜差不多 你如果說 十二萬六千 假設說 四八萬人 就好了 六百萬人 人口 四八萬人 不是六百分之 不是百分之一 不是這樣算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家庭 都有四個跟六個人 你如果說八萬人 四個跟六個就四十八萬而已 人口多少 六百萬而已 所以才有十分之一 所以家庭來說 十個家庭 差不多都有一個死去 接下來去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高高恐怖 他如果去把他檢基 去整備總共說 這人是非得 這六四 不用自己先判 因為國民黨 就是用這種高壓 把你拱 把你襯衫 你不敢他反對 所以他怕你 為止 我們最好 要又一樣 後面旁邊這些人 要再跟你說 你會去用六四喔 你有這樣聽到的叫聲 兩個而已喔 這年輕人都沒有 那年輕人比較不怕死就對了 你有聽到嗎 沒有不對 在你去想看看 你現在這裡 當然有原因 在台北園 我都是說 三年我 不然他叫他來關 這樣才是 是不是這樣說嘛 對不對 對齁 你又說對 三年我 三年我 對啊 好啦我知道 我知道 你們這裡都例外 你們都 你們的心都很單純 但是我是要說 實際上 給你們了解 台灣民政府 說的是法例 我說 你 後面有人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你怎麼問 到底台灣民政府騙我什麼東西 你有高級 給台灣民政府 樂捐給台灣民政府請你舉手 如果沒有騙手 都沒有 奇怪 這樣沒有騙什麼東西 我真的百思不解 有那種人 有台灣人會相信 你要相信嗎 有人相信 例如 我們那種 社民政府 我們有 政府 網路 FB 經驗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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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笑對不對 但有的人就不笑 有的人叫實際 但是有的人也 台灣人很好 他看到 他跟我說 這樣 我今天 準備一百萬 你有沒有準備一百萬 我們來去 你說的地方 看 現場看 那真正的 我一百萬給你 這個 要跟人家收穫 還要打電話 米師長 我跟人家收穫 我會輸去嗎 我會輸去 你不要打電話 我還相信你 你打電話 我就 對你的信用 破功一下 這個東西 是美國運的 我說 我感到 美國 那個 驅來的時候 那個 那個 信封帶 給你看 美國是每一千分 打一百 所以 這個身分證 有 有人說身分證是 媽媽吃 媽媽吃 就是玩具 那不是玩具 我們去日本 12月20號到23號 有了 如果國際班 你們才有主義 你們今年 高級班 你們也可以參加去日本 8月15號 可能14號 13號去 跟日本天龍走 但因為我們是代表台灣民進府去 你都要穿座 你不穿座 我們就不讓你去 那是一個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官員 去日本 他們說 那個 那個鞭屏 你們有看過嗎 有給你們看嗎 很好 那時候 讓人很感動 那道友怎麼說呢 我帶一四人的道友 我不要看到 那麼多日本人 感謝他們 就是感謝我們 沒有看過 所以 你如果有機會 我真的鼓勵你們去 我們很快要接黨政權 你如果去一次 你老伴也敢 幫你嚇嚇嚇嚇嚇 當年你的老爹 說你的老媽 為了台灣 你看 你說為了台灣 我做了多麼大的辛苦 是在你上課叫做辛苦啦 對不對 因為過去的人革命都喔 都要拋頭爐灑熱血對不對 這次我們現在算是革命嘛 有法理革命 這次革命不用拋頭爐灑熱血 但你後來你可以把你的 驚驚孫子炒肚子炒肚子 我怎麼懷疼勞 我跟他在美國面前 那個警察要跟你抓 我沒有跟你騙真的有人這樣 我天哪我愛他笑 我說警察要跟你抓 真的不真的 沒有啦沒有啦 我在你騙的 我說你也比較夭壽 騙也騙別人 所以警察要跟你抓 他說他閃閃閃 都沒有抓到 拜託啊 中華民眾警察還要不要抓 不要來抓我們 我跟你說 一次都沒有來碰 台灣民眾的成員 因為我們受國際法保護 因為我們受國際法保護 這是有趣嗎 所以你如果高級班比 你們就馬上可以報名 我怎麼不記得 我們幾年是派50個去 8月15號 年底是比較多 年底大概有170個人去 這個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會有一些會的活動 我們大家自己本身 怎麼有了解 台灣民眾一直都說法理 你會說 可以這樣偷摸一下嗎 不行 絕對不行 法理 是我們所堅守的東西 除了法理還是法理 沒有感情用事 記住喔 不可以感情用事 譬如說 我不知道美國是台灣人 在家裡或是怎樣 他跟我說 我叫Roger Roger 1949年12月3號 中華民國宣布遷都台北 不可以 他說你可不可以 從那一天到以前 在台灣那些人 都把他動作 台灣人可不可以 我問你 可不可以 可以的請舉手 不可以請舉手 不可以請舉手 不知道會去手 不可以不知道 不知道是感情用事 當然不可以 我那些人 中華人是站在我的頭上 在跟他走談 怎麼可以呢 才不是 所以 我們大家要深切體會 本土台灣人這條路 就是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 不能打一點點的折扣 現在你是台北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老師有說嗎 有嗎 不錯耶 你這裡有了不錯 其實齁 副基本托兩的事情而已 第一 減量不能移轉租款 暫連不得移轉租款 這是台北的第一項 第二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其實副基本托這兩項而已 什麼叫做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因為南京是首都 那個時候中華民國才會恢復 那不然以前都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西藏的達南沙拉 西藏政府就變成獨立了 西藏人敢有去達南沙拉 跟他選西藏的流亡政府的總理 有嗎 沒有耶 你如果台灣人在選中華民國總統 你不覺得很愛唱嗎 有去選舉的請你走 不敢走你嗎 流亡是走啦 有去選就有去選啦 我如果跟你說你去選 給你一百萬你就要走啦 再問一次 流亡說喔 我不會跟你笑啦 因為你以前不知道 有去選舉的請你走 說有啦 選馬英雞的走 都沒有啦 都沒有啦 我告訴你你都不要給我騙 你都不要給我騙 他六百八十九萬票動算的呢 我跟你們說喔 選馬英雞是一個人很賣的 我騙你 我跟你們說馬英雞 在選舉中的時候跟我 弘一騎 但是我是扣一扣一扣 我參加聯考扣一扣 那聯考一扣一扣 一扣一扣 是九百幾個 錄取的人 都有那個榜單有嗎 你可能不知道啦 我以前都扣的時候有榜單嘛 九百幾個 一扣 便班高一 二十四班 一百五十個 你聽到嗎 一百五十個 二十四班 你們心酸看看 那多少 一千兩百 一千兩百 放榜幾個 就拜託 你多兩百幾個 兩百幾個 兩百幾個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大家都會向上問 你扣幾分 你也會問我扣幾分 對吧 我們人都這樣 你扣幾分 每次都這樣 你扣幾分 都會這樣問 奇怪 就是有一片人 死就不講 有一片人 他死都不講 他要考幾分 好啦好啦 你不講就算了 他不會跟你說保送 那人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都要經過一兩國 同學和同學 感情比較好 對不對 那時候 他才要講 他在講 他在講 我沒有哭 沒有哭 你沒有哭 你怎麼扣起來 你不要 保送 保送 你身體也很好 其實我身體也好 也很好 我不能保送 喬神 喬神 兩百幾個 一件中 一般來說 樹里哪 比較好的 讀自然族 那比你們現在是不一樣 當然我不是說 身體比較好的 讀自然族 不是啦 我那一段旬 身體比較好的 都讀自然族 如果身體不好的 都讀社會族 其實現在社會族 比較好 讀自然族 所以 高一 要先高你的時 不要英雄 三個不及格 我講話負責任 他的所謂四十八分而已 四十八分喔 五十五分 不能補考 要留級 但是他沒有留級 那時候他們老爸是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黨部 主委 我以前是黨領軍 黨領政 國民眾很大 所以他們老爸出面 他沒有留級 沒有就留級 升到九二 你看看 建中的那個畢業金 你看看 他十八班 跟兩班 社會族 一個十八班 一個十九班 那他十八班 那十八班 那十九班 那班是 台南在台北 多 那十八班 那班 都行星多 但是 要靠台北 對不對 他也去靠 靠了 靠了你們都知道 他是條隊 台大的法學院 對不對 是不是 你不敢說而已 你們看 寒波照看了就忘記了 台大法學院 對不對 其實不對 他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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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分 還有台大法學院 淡漿 他靠上淡漿 靠上淡漿 靠上淡漿 在台大 加分嘛 那年 台大法學院 比的人 他那班 只有一個人 扣不住 中華美國的律師 也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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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用 中山獎學金 還有什麼 哈佛 但是他用這種 造神運動 讓你台灣人 覺得他這個人 很強烈 好天才 所以那年 他那堂哈佛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論文 說釣魚台 是中華民國的 違反了 國際法理 他的教授 他批准 所以他的教授 不要叫做台頭 那年 哈佛裡面 好像有一個人 扣不住 美國的律師 名叫做 那對 不錯 不錯 你取 舉一反三 我講的都屬性的 但是 國民黨 他現在知道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都講那個紅頭 生得比較不錯 那種 因為 我還記得他剛才算的時候 那年 我剛才坐高鐵 我海了 他剛才在對面 我有看到 他也有看到我 他要來 我就看他 我從他旁邊去 但是旁邊 一些男人都急急急 我說 海了 他穩住 高鐵 沒有錯了 我們統計說 女生大部分都選給 馬英九 來 我來問問 我們在座的 女性朋友們 你有選給馬英九的 請你老實的舉手 絕對不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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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也告訴我 馬英九是 中華民國總統是 你台灣人回家 你如果不讓他做總統 你把他罷免也 不是這樣 你學生去 禁日要做什麼 罷免的 門件太高 我說 等一下 罷免馬英九 起來什麼人 無敦義 我剛才剩下的 網閃閃 所以 不用你罷免 罷免 罷免 罷免也不好 罷免 罷免是 我們台灣人的國家倒楣 唯一最好的 方案 今年 年底 我以前跟你說 你不可以去代表 好 他會去手 不然會不夠疼 我先跟你說 你不要亂不怕手 我先跟你說 我知道你都給我騙 真的我知道 我們那個 2011年的時候 12月31號 我直接說 那個馬英九在選 我說 你們不要去投票好不好 好 不然會回票押手 都押手 我沒有去的 你如果沒有去回票 你的肚子痛 好 都也去 現在說理由 我們什麼人的什麼人 就 真正的關係 我跟他講 不好意思 不可以 就跟他唱多少 我問給你聽 來 我問給你聽 你們眼睛都開開 眼睛開開 不可以看別人 選舉以來 曾經 拿過人家會選的錢的請舉手 你不要 你自己打開 好 你有沒有看到 一半 一半 好啦 手可以放下來 一半 你有沒有看到 交友跟台灣人 知道自己本身的價值 你要你現在來投票 那不是要這樣嗎 那如果說 這種人可以選擇 我說羅馬都掉了 羅馬去找你一定 我給你一百萬 我要幾票 那如果沒有幾票 投票之後我自己去找你 那你賣掉嗎 大家也知道 算出來是羅馬 這樣叫民主選舉 各位 我們真的台灣要重新再炸 所以我有你講 我們現在要發動一個 就是台灣重建運動 重新建立 重新建設的一個運動 不管是人文 不管是價值 我們都要 從頭來 把過去 中國那種 惡劣 的一些文化 徹底 根除 這樣好不好 我這個國 好像要送到這裡 高級班再見 各位同心 好